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本期电兵就让我跟大家聊一聊 夺取钓鱼岛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以及为什么说现在中国必须采取这种方式 这里我们先来说说所谓的夺取钓鱼岛最好的办法 不知道这些人是成天被各种各样的新闻忽悠 还是非常喜欢这种一拍脑袋就下结论的方式 首先需要跟各位明确的是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无人去住的 也没有什么生活设施和军事设施 事实到现在都没有在岛上发现 可以保证人类生存的淡水 更没什么野兽 所谓的夺岛 第一个让我想不明白的就是 从谁的手里夺 如果我们要展开登岛作战 我们对象是谁 如果您想说日本 那么请告诉我日本人在岛上的哪个位置 夺岛 这真的跟敢不敢没有什么关系 当然 你也可以向美军学习 二战时夺取日军已经全部撤退 空无一人的基斯卡岛 美军连轰带炸了两星期 出动了三万多兵力 付出了一条驱逐舰 和上百名士兵的幸运才拿下 所以在这里希望那些网友 能思路开阔一点 现在平和一点 夺取岛屿控制权 尤其是夺取无人岛的控制权 成天叫嚣嚣大马沙沙没有任何意义 相反 昨天我已经提到了 目前中国的做法才是最靠谱 最合适的做法 从当年只能在岸边抗议 到之后的偶尔派船巡视 再到常态化的巡航 收回钓鱼岛 击起毗林海域控制权的行动 一直都在进行 现在大规模的渔船和创纪录的海上执法船 正在把日本望头夺取控制权的船只挤出这片海域 这些为什么就一直视而不见呢 什么是夺取控制权 无论岛上有没有人 有谁的人 周围的海域都是我的人在活动 而且我不让别人进来 那么控制权就是我的 至于说 中国现在必须采取这种方式 其实包括了两点内容 首先是 今年来 日本政府用情化极其严重 军国主义亡魂死灰复燃的迹象越发明显 先不说之前改革和平宪法防卫厅称格防卫手等等举措 近日 道天鹏美出任日本防务大臣 以及天皇被逼无奈要改变上千年的传统 甚至违法提前退休等事件 无一步标志着日本似乎正在逐步迈上一条右倾军国话的不归路 尤其是日本新任防务大臣道天鹏美 他不仅曾经担任 关于百人战竞赛损害名誉诉讼案的原告律师 并且在拜祖后出版书籍继续编辑 他更曾经在2007年与其他的日本右翼 在美国华盛顿邮报上刊登否认有关未安妇问题的 河野谈话的广告 至于参拜建国神社 记得他曾经公开说过每年都会去 道天鹏美优雅外表的背后 已经服务成为了日本右翼最为推崇的内阁大臣 而这样一个人开始执掌日本军权 甚至被称为安倍首相的政治继承人 政府所表现出的倾向性 以及日本外向成天上窜下跳 在多次被无视之后还切而不舍 现在又要跑了菲律宾敦促中国之星拿海仲裁决议等种种行进来卡 尽快收回钓鱼岛实际控制权 已经是我国必须现在去解决的问题 而另一个必须 则是说我们必须采取现在这种看似温水煮青蛙的方式 虽然之前已经说了所谓夺岛的不靠谷之处 但相信那些喜欢打打杀杀的网友 还会找出各种血淋淋的办法 比如消灭日本海军 所以呢在这里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虽然我不否认中国整体军事实力已经远超日本 但如果单说海军这种信心是盲目的 请大家不要只看到11艘052D的服役 虽然这代表着我国海军军事实力正逐步超越日本 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在的战斗力 哪怕不提各国海军从舰艇服役到情城战斗力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 美国海军大修之后 老船员上舰也需要三个月的训练演习 通过考核后才能恢复到可以进行战斗部署的状态 当然你可以说空军火箭军加在一起 你也可以打击冲城基地 甚至日本本土的基地 但这种无限的加码有意思吗 既然你可以一测我军打击日本本土 那么美国会三战吗 无限加码的最后一定是核大战 然后就没有人好看 这种极可能彻底失控的不靠谱方式 真的有人认为是一种好的选择 当然对很多动不动就和平这里和平那里的键盘党来说 这个可以哦 这也真的很温馨 但是我呢还单身 能让我先讨个媳妇吗 请在微信上搜索每日点兵 关注我的公众号 原创不易啊 各月看官就是我的衣食父母 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无论您有什么想说的 想问的 想吐槽的 想了解的都可以与我交流 您的关注就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一维码